位于中寮乡永和村一处因吸水冲刷农地 而原有的挡土墙没办法挡住大雨冲刷的力量 甚至冲毁挡土墙 造成农民土地流失 农民期望相关单位能重视农民的心声 那个雨水一直冲刷 我们土地的土土壤一直流失 我们其实还是靠这片土地在养活整家口 然后希望议员还有这些政府单位可以协助我们赶快把它做起来 不然你冲刷好几年了 土地越变越小了 就希望把那个党预土加高 然后河床把它泥沙清洗清刷干净 不要让下次的雨水冲刷我们的土地 真的是越变越小了 先议员黄文君接获陈勤后 也立即前往会堪 并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农民的心声 大雨不仅冲毁农地也危及农民的生计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来施作工程 别让大雨再次冲毁农民的土地 期望在黄议员会堪过后能够帮助农民发声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改善 记者 刘永胜 中疗 采访报导